小雪雕的網路聊天室 夜幕低垂 小雪雕下班回家了 小雪雕洗完澡後 上網和剛認識的藝術老師 短尾矮袋鼠 繼續他們的網路聊天 我剛從西班牙回來 有棟博物館的建築外觀 好特別喔 穿給你看看喔 我看看 嗯 這是古根和博物館 是屬於後現代主義建築 後現代那是什麼東西 嗯 說到後現代主義 那就不得不先提一下現代主義了 欸 現在現代主義是什麼呢 下面這張圖 這簡潔均衡的建築 就屬於現代主義建築的一個例子 現代主義建築 起源於18世紀的歐美 因應工業化時代強調功能導向 而興起的建築風格 強調理性簡約 沒任何裝飾 這在一戰後西方建築界 處於主導地位 也稱為國際風格建築 哦 原來是這樣啊 那時歐洲文藝復興 盛行的巴洛克 洛可可 科德式建築都很強調奢華和複雜 並且使用高級的材料 而現代主義建築的特點是 整潔和骨架露明的外觀 並才標準化 規格化的機械大量生產 通常會使用被認為 簡陋的材料 像玻璃、石頭、水泥或鋼鐵 一戰後的現代主義建築家 認為建築可改良社會 希望透過建築 來解決城市的居住問題 像是馬賽公寓 採用混凝土結構 將底層架空 提供更多空間 改善了居住問題 那它還有建築之外的應用嗎 不只哦 它所影響的都市計畫 會強調明確的都市空間結構 或類似同心圓、丘念圈的概念 像是芝加哥 就符合現代主義的都市空間形態 原來還能應用在都市規劃上 二戰之後 人文精神意識形態開始覺醒 人們厭倦了現代主義 一成不變的建築樣式 並覺得建築不該只追求國際式樣 而是融入當地環境並展現特色 所以這之後的建築 就開始漸漸變得有創意了嗎 對 後現代主義就是這樣萌芽的 現代主義的建築大師 尼斯·凡德羅成提出 Best is more 設計越簡單越好的建築準則 而後現代主義的建築師 羅伯特·文丘里斯 提出與之相反的口號 Life is a board 反對過於簡化且雷同的建築 認為建築就是從結構、形式等方法 盡可能展現特色 我還是聽不太懂什麼是後現代的概念耶 後現代的意思就是要和現代有所區別 你可以看出這兩張圖的區別嗎 一個藍色一個橘色 也是啦 開玩笑的啦 一個方方正正一個比較有創意 不錯喔 小雪雕同學給你加三分 耶 Vena Venturi House 被認為是第一棟後現代建築 可以看出與現代主義強調的方盒子已經有了不同 你去玩的古墾和博物館可以說是更典型的例子 整個建築被解構得非常複雜 哇 老師好專業喔 位於布拉格的Dancing House 也是一個很吸引人的後現代建築 其實後現代主義的建築樣子白白種 例子不深沒舉的啦 後現代主義對都市計畫也有影響 對太過單調且連接性不足的 現代主義式都市設計有所反思 強調的是都市空間的一直性和可變化的彈性 哇 原來是這樣啊 今天學到好多喔 在後現代之後 人們對於建築又有了新的想法 當代建築與未來建築 要提到當代建築呢 就不得不提到 喔 等等 十二點了耶 我明天早上還要上班呢 真是謝謝你啦 還沒講完 別走啊 總之感謝你 你人真好 下次再繼續聊吧 先繼續聊囉 拜拜 登登 系統貼心提醒您 您的好友 小雪雕 乙黎縣 登登登 那來查一下明天要聊的資料好了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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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